我们现在在藤仔的地步街 这间海湾餐厅 这间餐厅在这条街是最多人自己的一间餐厅 我们就进去试一下好不好吃 稍后跟大家报告 再见 我们进来坐下了 他给了两个包和牛油我们 我们看看菜单有些什么 先看这个菜单吧 有这个忌廉炒鱼 咖喱蟹肉虾 蠔色焗蟹煲 这个蠔角八杂 还有这个 摩鬼蒜蓉大虾 另外这里还有本菜单 这个有厨师推介 这边有鱼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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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盆 这边有鱼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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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鱼盆 这边有鱼盆 還有其他飯 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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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駕 澳門也有名的馬駕 海鮮 燒魚、胡蘿蔔 飯類 意粉 蔬菜類 一天前預訂的 燒羊比、乳豬等等 還有甜品 現在下單 稍後和大家報告 這是西洋石斑焗飯 用瓦鍋來焗飯 燒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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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比還是羊比 羊比還是羊比 羊比要自己切 還有骨 羊比沒有骨 而且切成一片片 跟了很多薯條 沙律菜 還有燒醬汁 燒羊比 另外跟了一個醬汁 我待會試一下好不好吃 我試一下燒羊比 來吧 吃起來也有很重的味道 有這麼多酥味 這個燒羊比 都可以接受到的 這個燒羊比 也燒得挺熟的 不會很爭的 基本上是 九成熟的 這個燒羊比 肉質就 不是很軟 有少許咬合 但吃起來也沒有渣 都可以咬 咬得完 這個燒羊比 很爽 是配一個燒醬汁 燒醬汁 也不會蓋過了 一個羊比味 燒醬汁也不錯 配搭了這個羊比 那羊比整體上 覺得熟了一點 但羊比也挺出色的 我覺得這個 也不錯 我幫我嘗嘗薯 薯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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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熱的 都脆身的 還有很重的鹽味 這個薯條 一般 我剛才還沒喝這個醬汁 我嘗嘗這個羊比 醬汁 看看是甚麼醬汁 這個醬汁酸酸的 有點薄寒的味 但又不是很出的 鮮味為主 都可以 這個醬汁 都可以 很厲害 我嘗嘗這個 石斑焗飯 這是石斑面頭的 我嘗些飯 都很多材料 很多魚在裏 我嘗嘗 我先嘗嘗飯 我剛剛吃的是石斑 石斑都很夠味 它也很香 我先嘗嘗 你也有煎 才焗 石斑都 好吃 也不夠有雪藏味 不夠有這個石斑 我先嘗嘗 少許飯 這個飯是茄汁底 它那個醬汁不會很酸 味道剛剛好 不會過酸 也不會過甜 飯也有炒過底 這個飯也不錯 我覺得這個飯也挺好吃 我們吃完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是吃婆國菜的 我們吃了一個燒人比和一個石斑焗飯 它的食物都很正宗的婆國菜 但是我覺得它的食物 就比較偏鹹了 比較重味了 但是整體都不錯的 它的食物 難怪這間餐廳 在這條街是特別多人吃的 這間餐廳 大家都可以來試試 我們現在來到 官雅街的 波打蘇沙街 這間莫宜記雪糕 我們進去試一下 雪糕好不好吃 稍後跟大家報告 我們在莫宜記買了一個椰子雪糕 和一個菠蘿大菜糕 我們試一下好不好吃 我試一下這個椰子雪糕 它舀下去都很軟 很軟 舀下去有很多椰子的 湯 有很多椰子的 齋 充滿椰子肉 很重料 還很冰凍 它椰子味真的很洋 這個椰子薯糕是很有名的薯糕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 我們現在嘗嘗這個菠蘿藍牙膏 它都有菠蘿肉 我們嘗嘗 它的大菜糕很鬆身的 不是很實質的 但是很甜 一吃下去都很甜 而且不是很大份的大菜糕味 我覺得它都屬於超甜的 我覺得這個大菜糕是普通的 我們吃完這間木耳記出來 我們吃了一個椰子雪糕 和一個菠蘿大菜糕 首先我說過椰子雪糕 椰子雪糕是很好吃的 我覺得不錯的 很重的椰子味 還有裡面也有果肉 椰絲 這個雪糕好吃不錯 但是那個菠蘿大菜糕 我覺得就有點中伏了 大菜糕就很甜 它的味道不是大菜糕 有一點點假假的味道 但我不太適合 總之不是大菜糕的味道 又有一點點 咬下去 膠膠的 價格的 這個大菜糕我就不推薦了 這個真的有點中伏 我們現在去澳門南灣大馬路的葉刺記 這間咖啡粉麵的茶餐廳 去吃它的豬扒麵 這間葉刺記的豬扒麵都很好吃的 我們就是在這間葉刺記 我現在在澳門南灣大馬路的葉刺記 這間茶餐廳 這裡的豬扒麵都很有名 我現在進去吃 這杯是凍咖啡多奶 這個是豬扒麵 這個是豬扒麵 葉刺記很出名的豬扒麵 這麼多好厚 好多豬扒麵 包型就適中 手掌小小小 我吃完這間葉刺記 我剛才吃了一個豬扒麵 和一杯凍咖啡 它的豬扒麵真的很好吃 水準都維持到 它的豬扒麵 包身是很脆的 和很鬆化的 不會吃到很硬焗 和很乾身 它這個包其實 沒有特別加什麼汁 它主要都是炒洋蔥 和有豬扒麵 那我想它的醬類似有少少少燒汁 就不是特別多汁 但是你吃下去 不會覺得這個豬扒麵很乾 因為平時有些店舖的豬扒麵 吃下去很乾 有韌國粉 就會令你吃幾口就不想吃 那這個豬扒麵我覺得不錯 我整個吃完 那凍咖啡就普通 我什麼特別 這裏有人在排隊 我現在就是來吃這間 馬加列蛋撻 那這間蛋撻 很多朋友都很熟的了 那來澳門都多數會吃的 那我現在排隊買蛋撻吃 那大概還有十多個人 剛才那條隊是後少少的 還有二十多個人在排隊 那這裏側邊有些桌可以 坐下吃少少的東西 那現在這麼熱的情況 那可能都會坐下吃個蛋撻 喝杯凍飲 我買了出來這個馬加列蛋撻 那我買了一個 那平時離開都會吃的 那買一個就夠了 那很新鮮 熱辣辣的 拆開了個袋子 那蛋撻就是這樣的 那其實是很小的 這個盤撻 不過都是自在過呀口癮 離開澳門都會吃的 那它的厚度都是一般蛋撻厚度 那它是酥皮的 那我這個時候好不好吃 那還挺熱的 但是剛剛好吃到 那很香蛋味 它的酥皮都燒得很鬆脆 那這個蛋撻都是維持到它的水準 不算是不錯的 果然是它 那麼多人不熟 它真的有原因 我們現在準備 請來Check out 退房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這條快閃澳門的影片 大家記得幫幫忙按個訂閱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個like 有什麼想說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大家一起分享 還沒訂閱我的朋友記得快點訂閱 有你們的支持對我是很重要的 好了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瀏覽我最新的影片和之前拍的影片 多謝大家收看